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好时 今天好时要给大家讲的电影 乃是近十多年来华语电影评分最高的 我不是药神 故事发生在2002年 男主角是个卖印度神油的小商贩 但是这年头大家都用尾格导致神油行业不景气 再加上他还有个八十老妇要养 所以男主角经济压力之大都快揭不开锅了 这时候他前妻要带儿子移民去国外 本来每周父子二人还能见上一面 这要是被前妻带到国外猴年才能见着面 男主角当然不同意咯 于是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有一天店里来了个戴着三只口罩的眼镜男 他想让男主角帮他去印度走私点药物回来 我去小伙子真天真 你当着印度神油都是从印度走私来的 男主角哪有这个本事就拒绝了眼镜男 眼镜男不死心 接着说这药在国内卖三万七 在印度才卖两千 我找人试过了药效完全一样 男主角一听这事觉得更不靠谱了 怎么可能价格相差二十倍药效却一样 这人绝逼是个大忽悠 所以断然拒绝了眼镜男 但是紧接着男主角的八十老妇就病危了 需要一笔高昂的手术费用 男主角无奈只好先去了解了解眼镜男所说的药 这是一种治疗白血病的特效药 需要终身服用 然而国内药价确实高的离谱 于是男主角决定壮壮运气去一趟印度 到了那找了个翻译跟药商接上头 一问之下才得知这个药出厂价才五百块钱 两千那是药店零售价 男主角一听还有这好事 这要是能把药带回国内利润大了去了 于是他就想做中国总代理商 药商说这药在中国是违禁药你卖不出去 男主角说我自有销售渠道你就放心吧 然后药商就卖给了男主角一小批药 并要求这批药要在一个月之内销售完 如果他能做到中国总代就是他的了 男主角带着药肯定不能坐飞机回去了 找了个当地跑船的多花了点钱 连人带药就偷渡回国了 联系上眼镜男 眼镜男看着这么多救命的药品 开心的不知所措 竟伸手去摸男主角的大腿 男主角说进货渠道已经打通了 现在你要帮我把销售渠道也打通 接下来一段时间俩人到处走访 见白雪病人就掏出来药问人家 印度大要不要只卖五千哦 可能国人已经吃过太多骗子的亏了 他们一瓶药都卖不出去 然后眼镜男又联系上病友群的群主 乃是一名夜店舞女 他本人不是病人 但是他女儿是白雪病患者 眼镜男拿了一瓶药给五女群主 过了没两天等大家再次约见的时候 五女群主带了一堆白雪病群主 来跟男主角见面 然后男主角又收到了大量的订单 看来这批药是远远不够了 男主角想找个靠得住的 英文水平好的人当翻译 眼镜男又给推荐了神父 这个神父也是个白雪病患者 来他这儿做祷告的都是白雪病患者 他深知病友们的痛苦 于是他便答应做男主角的翻译 近来连家药虽然违法 但对所有病友都是有好处的嘛 然后男主角和眼镜男就开始一番风顺的卖药 有一天突然冒出来一个小黄毛 抢了几瓶药转身就走 不过病友之间大家都挺熟的 男主角很轻松就打听到了小黄毛的下落 把人抓住后才知道小黄毛抢药 不是为了自己而为了两个小妹妹 男主角觉得小黄毛挺仗义的 就让他跟自己干了 随后通过神父跟药商的电话沟通 男主角终于拿到了这款药的中国总带 大批大批的廉价药被运到国内 大批大批的白血病患者来买药 这下男主角想不发财都难了 赚了钱他给身边几个人又是发钱又是发药 还搞团件请客去夜店喝酒happy 正玩着爽的夜店经理叫舞女群主去跳舞 男主角当时就恼了 说今天舞女不跳舞 我要看你经理跳 经理说开玩笑我跳舞你疯了吧 然后男主角啪啪的往桌上摔钱 镜头一切经理老老实实的跳了一段钢管舞 喝完酒男主角送舞女群主回家 舞女群主很自觉的换上性感睡衣准备来伺候男主角 但是他面露略不情愿之色 然后男主角就很识趣的走了 还算证人君子哈 不抢人所难 另外一边国内药商向警局报案说 现在有一种假药在市场横行 让警察叔叔抓住卖假药的坏蛋 男主角的前小舅子负责调查此案 经过调查发现这药不是假药 而是真能治病的走私药 他把这事如实汇报给领导 领导说这药没有审批 没有进医疗手册就是假药 哦原来你们分辨一款药是不是假的 不是看他有没有治疗效果 而是看他有没有得到审批 好景不长 男主角这边也来了一对夫妻医闹 他们说自己老妈吃了这廉价药 现在出问题了 舞女群主说 那么多人吃我们的药都没问题 你们好好想想老人家还吃过什么药吗 然后夫妻两口就想到了市面上的 另外一款廉价药 男主角带人去了这个卖假药的 臭奸商的药品发布会 神父忍不住上台告诉大家 这是假药 让病友们千万别上这个臭奸商的当 紧接着现场一片混乱 双方大大出手 不过这也算不打不相识吧 没过两天 臭奸商找到男主角 说我知道你也在卖药 像你这样卖 顶多一年也就赚一百万 我给你两年的钱 你把进货渠道卖给我 男主角当然不愿意卖了 他请臭奸商离开 臭奸商说 一看你就是外行 像你这样卖药 不出半年绝对被抓 到时候判个十几二十年 多花不来 男主角还是没有搭理他 紧接着第二天 警察就上门来查了 幸得臭奸商及时通风报信 男主角把廉价药都先藏了起来 事后男主角决定洗手不干 请大家吃了顿散伙饭 小黄毛特别生气 说你把进货渠道 卖给一个卖假药的 那些白起病患者怎么办 男主角说药没断 只是臭奸商会卖的比我贵一些 小黄毛说 你要卖五千 就已经有很多人吃不起了 臭奸商卖一万 那不是把病友们往绝路上推吗 男主角听完也发火了 我哪管得了那么多人 我上有老下有小 我被抓进去 不是药神 救不了那么多人 然后大家敬了一杯酒便 纷纷散去 一年后男主角以转行 做了服装生意 有一天眼镜男的媳妇 突然找到男主角 说臭奸商把药价抬高到了两万 没有病友愿意护着他 就有人举报让警察把药给抄了 现在市面上已经没有廉价药了 眼镜男也快不行了 然后男主角来医院看眼镜男 眼看他被病魔折磨的死去活来 男主角再动恻隐之心 他亲自跑印度买药 只可惜在他回来之前 眼镜男再也受不了病痛的折磨而自杀了 男主角伤心的给眼镜男上了炷香 出门看到那么多病友前来祭奠 于是心中的火苗再次被点燃 他决定再次出山 打通渠道为天下病友谋福利 而这次他只卖五百一瓶 跟进货价一样 也就是说他一分钱都不打算赚了 其实再加上运费 男主角等于赔钱再卖 但是男主角这边卖着药 警察那边也搜着药 他们抓来许多在服用廉价药的白血病患者 想要患者把卖药的人供出来 但是大家众志诚诚 没有一个人把男主角供出来 有一天男主角和小黄毛运药的时候 刚好碰见警察来查 小黄毛撇下男主角自己开车自投罗网 结果被飞驰而来的大车撞翻 年纪轻轻的小黄毛就这样死了 男主角痛苦的在医院对前小舅子动手 大喊他只是想活命 他有什么罪 没过多久 印度药商那边的药 迫于某些压力也停止生产了 但是印度药店里还有一些存货 只不过这些药要2000一瓶 男主角决定去印度药店以零售价收药 回到国内继续以500一瓶的低廉价格出售给病友 这等于直接给病友们撒钱了 只可惜天网恢恢男主角最终还是被抓了 法院判他五年 在男主角从法院被警车送去监狱的路上 病友们站在道路两旁 纷纷解下自己的口罩目送男主角 这件事过后政府推动医疗改革 正版药进了医保 令大量白血病患者都吃得起药了 OK电影讲完 最后好诗想说的是这么一部优秀的电影 大家在看的时候请提前备好纸巾 大坏蛋 竟然还没有关注好诗的微信公众号 人家超想哭的 我要拿小拳拳捶你胸口 不想被记刀片的话 就赶紧照我说的去做 首先点击微信上面的搜索框 然后点击公众号 在搜索框中输入好诗解说的拼音 最后点击关注就好了 皮疙瘩 贝斯 这样了 爸